台東觀光夜市為解封第一天 不少攤商表示 雖然人潮只有以往不到一成 不過至少有開始營運了 在疫情當中他們看到一絲希望 來逛夜市的民眾表示說 真的是悶壞了 雖然不可以內用 不過可以逛一下夜市 還是覺得很開心 謝謝大家 我們保持安全距離 大家謝謝 在夜市的出入口 夜市人員以及警方 仔細的確認每一位進入夜市的民眾 都有做好實名制的登記 以及量測體溫等工作 昨日是台東觀光夜市 微解封的首日 現場人潮對比往常來說 可以說是天差地別 探放也表示 人潮僅不到以往的十分之一 但能夠出來擺攤工作 就是一種希望 三生一當算起來算好了 還好啦 還好啦 我們剛剛之前多久沒來做了 因為之前自主直接之後 五月十四日 五月十四日 到現在 所以就到現在 那麼現在就是 這麼久沒有出來 然後可以出來做生意 感覺怎麼樣呢 很好啊 有錢可以賺 有加點賺啊 對啊 要不然一個多月都沒有收入了 今天的人潮 整個整場的場域的話 大概只有十分之一的人潮而已 今天這樣的人潮 其實說實在是非常少 然後政府的微解風 其實是預期效應啦 就是重點還是要回歸正常面 就是大家都沒有打疫苗 大家預期心裡都會有一種恐慌的心靈 所以也是像政府說的避免群聚啦 避免群聚來這種地方 大家都會想說可能 不知道會不會有人太多 太多的話 因為有群聚問題 那攤商的部分 他們想說盡量也是要生意好 有人潮 但是人 所以這是一個蠻難抉擇的 來逛夜市的人潮雖不多 而且大多都是台東在地人 有民眾就表示 自己在疫情過後 最想做的事情就是逛夜市 因此今天特地來夜市 提前感受一下 蠻開心能夠看到夜市的吧 因為我真的解封第一件事有錢 我就是想要逛夜市 我是超愛逛夜市那一張 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我們怎麼會想說來逛夜市啊 哦 肚子餓啊 所以今天也是知道 夜市有開始營業 所以算專程來嗎 沒有 是剛好來 路過這樣 路過 對對對對 目前觀光夜市是分批營業 以二分之一的方式輪流擺攤 而環保局也安排了消毒工作 同時各個進出口 都有安排各項防疫的管制措施 攤商也很有自覺地表示 在營業後會自己再消毒一遍 讓夜市變得更加乾淨 期盼能夠吸引民眾前來 記者陳敬玲台東市報導